气不足百病生 黄旗这样用 上补肺下补肾中补皮 补一身元气 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黄旗可以说是人身的平屉 功效跟人身一样 还比人身便宜 很多人喜欢用黄旗煮水补身体 但大部分人一用就上火 所以今天我就来教你们 怎么用黄旗 补足全身元气 还能不上火 那我们说肺为气之主 脾为气之元肾为气之根 所以补元气得从这三个脏腑入手 首先黄旗搭配沙原子之母补肾气 故肾经 如果你发现自己最近动不动就感觉累 浑身没劲 容易出现腰酸腰疼两腿发软 以及耳鸣听力下降 脱发掉发以及牙齿松动 甚至是尿贫尿疾欲望下降 看上去人比同龄人老了很多等情况 那你多半是肾气虚了 因为肾为腰之腹 竹骨生随 竹管生之发育 所以肾蛆后 人就容易早衰 出现刚才说的症状 那黄旗补气 杀原子补肾 脂母入肾 还能清热泄火 刚好能防止上火的情况出现了 其次黄旗搭配白竹 玉珠补脾胃防上火 如果你总是胃口不好 不想吃饭 稍微吃点东西就胀肚子 尤其是饭后更加明显 平时总觉得身上没劲 少气懒言不想动 然后上厕所大便也发软 粘在马桶上冲不干净 那这种就属于典型的脾气虚 运化无力 不能消化食物 运化水湿了 而黄旗跟白竹都是健脾义气的 至于玉竹就是滋阴阳脾胃的 所以他们三个一起用 补脾胃还防上火 最后黄旗搭配山药 五味子补肺气防上火 我们说肺煮皮毛 煮胃气 胃气能保护肌表 不被外邪清晰 还能控制汗孔开合 所以一个人肺气虚了 那首先是容易出汗 走两步吃个饭都浑身汗 其次就是抵抗力比较弱 比较怕疯 容易生病感冒 另外既然跟肺有关 那自然少不了咳嗽 咳吸痰 所以还有一部分人 他说话声音低 容易咳嗽大喘息 而且总是咳白吸痰 那黄旗跟山药 主要就是补肺的 无位子滋阴防上火 所以他们煮水喝可以调理肺气虚的情况 那你可以发现在每个搭配里 我都加了一味滋阴清热的中药来防止上火 所以如果你平时用黄旗煮水喝总上火 那也可以适当加点滋阴清热的中药一起用 不过如果你是体内有痰瘀 堵着补不进去 那你就需要先把痰瘀先解决了 总之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身体不舒服 请找专业医生帮忙调理 我们下期再见